。 嗨!大家好,我是acă age x 現在在那個現港的機場 那我們現在要去湖志明 湖志明我之前一直弄錯 我一直以為是首都耶 啊欸 Donna 對阿 啊啊 那湖志明是什麼樣的地方 我都忘了 但是我們已經去過湖志明 這是第三次了 所以呢 胡志明Vlog 開始GOGO 我們這次搭的航空是越南航空 不知道為什麼 但每次都是喜歡搭越南航空 因為它比較大 我們現在到了胡志明 然後我們現在那個 要到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在關店的路上 然後很有趣的是 上次來是三年前嗎 四年前 我發現汽車變很多 機車變得比較少 可能現在感覺汽車跟機車輛跟台灣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胡志明的建築比台北好看很多 因為它有一些會保留歐式的建築 然後他們的這個建築的顏色啊 都會發現都很淺 然後淡淡的 有些偶爾會有一些鮮豔的 但是都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也到了 我們在胡志明住的飯店 然後這家飯店呢 一樣是 我們家特別喜歡的一個 FUSHING的這個 飯店 只是它就是比較 不是度假村啊 之前都住度假村 它就是一個飯店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不知道是正面服務的齁 像這樣子 然後它對面很漂亮 有一個很可愛的房租 進來的話呢 它就有餐廳 然後真的很喜歡越南的這個服務 叫你填東西 要做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會送上飲料 或是花茶 我買的 60 好 我想買我家裡 402 402 402 這裡可以坐耶 感受一下四星級飯店 噔噔 好小喔 我的天阿 超小的 但是還不錯 蠻可愛的 太陽出來了 WOW 好棒喔 就是小的臉 看一下廁所 這裡還有一個小廚房 欸 其實還不錯啊 有小廚房 很小 那有廚房 神送的這個 東西 喔 廁所優質喔 洗澡的地方 欸 它洗澡的地方沒有隔起來耶 它水會噴出來 然後馬桶 有一個很漂亮的衣服 這是洗手台 送行李的人來了 我覺得 越南最棒的就是 你的行李箱 它就會把你送上來 不需要拖著行李箱 進房間喔 欸 這一塊還不錯 這邊拍好像好合適 我們先在飯店一樓的餐廳吃 這邊 這家餐廳的這個 價位呢 算是還蠻平價的 跟我們之前在 那個 鹹港 縣港 和比起來 你看這個是四萬 十五萬 十八萬 其實是比較平價 當然就是如果你去 這個 餐廳外面 應該會有更多更便宜的 之後有機會再吃幾家 我真的特別喜歡 那些連鎖和和和給大家 你吃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這個餅 然後裡面有夾肉 喔 然後自己再把菜夾進去 酷喔 超大碗的我的 這個比臉大欸 一百八台幣 哇 是台 低於台北大 台中價格 對 超大碗的 超大碗的 恩 真的 肉不錯 很飽 這個輪到鞋子 然後再去把它切下來 喝一下湯 因為有來 喜歡吃 可以啊 很飽 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好飽 比較沒有鹹味 這是什麼? 好像是香蕉布丁 啊這個多少? 這是套餐的 剛剛那個一起 12萬 你吃一下看好不好吃 180塊的套餐 好吃耶! 這超級好吃耶! 超級好吃耶! 極度好吃 結論就是 來這邊一定要吃它的點心 點心很沾 我們現在要去咖啡廣場 咖啡公寓 咖啡公寓 之前其實我們已經去過了 但是因為印象蠻好就是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大樓 然後裡面呢 每一間呢 充足的 很老舊的大樓 但把它弄得很漂亮 然後每一間呢 它都是不同的咖啡公寓 然後 都有各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主要是 它裡面有幾家的蛋糕 特別好吃 然後又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們想要再去一次 然後我們的交通呢 全部都是搭計程車 因為其實在越南呢 其實你到哪裡都搭計程車 其實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的便宜 真的超級便宜 都很建議大家搭計程車 可是之前呢 就是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四年前來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問題 有些計程車司機會 多跟你收幾十萬塊 就是要求要小費 但是實際上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要嘛就是 路邊攬車 但攬有那個 比較大的牌子 綠色的跟白色上面 有綠色LOGO的計程車 要不然呢 你有可能會搭到 比較 會科頂的騎乘車 或是繞路啊什麼的 因為畢竟你的C不熟 而且你語言是 沒有全通的 因為越南是講 大語跟越南語 大語現在還有吧 對 主要是講越南語 大部分人應該都不會啦 但是現在有那個Gurb可以用 所以我們都是用APP叫車 因為是支付收費 所以比較不容易會發生說 多收錢的問題 對 那這一次 這個下午之後我跟我妹 因為 我爸媽他們其實是來越南工作的 所以他們現在要去開會了 所以接下來下午了 就是我們的行程啦 我們一起去咖啡公寓吧 欸你看這個 你說沒有 沒有小的錢 大電梯要錢喔 要喔 好那我們走得進吧 大電梯要錢 太怪了吧 然後這邊是 吃什麼的 反正它就是這樣 每一層樓都有一些店 然後像最小的可能就下了一餐 然後 電梯旁邊還會有一些 其他的店 都不太一樣 每一層樓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要自己 慢慢去跑樓去看 這邊不適合媽媽來 這邊是適合 這個 年輕人的地方 喔 後面要看你超可愛的喔 這是你剛剛指在電梯上面 然後像可愛的 喔 這是你現在要試這家嗎 還是要往上 先試這家是不是 它有酒 然後飲料 但它沒有說價格欸 但蠻漂亮的 因為男生超多可愛的可能 這家 這個 有些店 這是你 有些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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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人欸 這時間 有些店 有些店 就算三萬塊是四十塊台幣 因為我是以一顆椰子來算的 那他的彩虹蛋糕 他就是四萬七那就是 他都五十塊乳幼 真的很便宜 然後你看他的是好看的 是漂亮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感覺 這個很漂亮 今天想說本來陰天馬祖 然後後來又想說那個 應該也不會去戶外的地方 我沒有想到來了一家做外面的店 真的是蠻熱的 太陽很大 大家還是記得來越南真的每天一定要戴太陽眼睛 是必備品 來了 你點什麼 我點西瓜土質 我點這個好像是什麼米 米 米奶茶 他好濃喔 嗯 奇怪 嗯 還不錯 有點濃郁 我覺得他是有點濃郁 然後沒有什麼茶味的 玄米奶茶 通品米奶茶 不是很確定的 不好喝 他是加了 醋吧 西瓜醋 好怪欸 我的比較好喝 我知道什麼味道是黑珍珠 所以是 玄米奶茶加珍珠 六萬五 那個 應該算我覺得算滿便宜的 然後蛋糕 久違的這個彩虹千層蛋糕 大家看得到嗎 喔 久違的彩虹千層蛋糕 嗯 嗯 還是不錯 玄米醋滿好吃的 我覺得這邊就是 真的可以來一下 然後吃個下午茶 只是我們在這個地方的位置是 下午的時候真的 太陽滿大 你們可以試著做裡面 裡面也滿漂亮 所以我們 我喜歡曬太陽 但要戴太陽 戴太陽就好 你要說熱嗎 他有電話閃 我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是頭髮確實會不用悶 我頭髮拉長就OK 但是我本來就是 一塊肉食 好 這是咖啡公寓 然後 因為我們是來過了啦 但是如果你沒來過的話 其實可以 一層一層慢慢逛 就是他每家店都不一樣 有些還會賣一些衣服啊 有些是酒吧 然後先是其他一些店 然後他的格局也非常的 特別 我覺得不太像一般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建築 他現在一樓 有變得漂亮的 是個書店啦 但是他的入口還是一樣 超級奇怪的 但是值得一來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來一下 好啦 我要開路了 我們現在到胡志明市 我們現在要 吃午餐 蛤 要啊 我要喝 對我要喝 好